香港的阿里北道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歷史建築物叫做港督府 曾經在殖民地時代28位港督的大部份住過在那裡 現在雖然叫做禮賓府 有些人覺得是著巢溝佔 但也有些人說是當家作主 是非、扯留、別論 盧安迪走過這座建築物似乎有些感觸 寫了幾首詩 其實這首是一首很長的入律古風 這個體裁唐朝已經有了 譬如原診寫了連窗公辭 後來有其他人都在不同的朝代寫過 通過描寫某些宮殿 而來到紀念歷史的長篇古風 譬如有建而公辭、而和原詞、原名原詞等等 我都希望在今天香港的這個時代 都有類似這樣的體裁去把一些歷史留下來 所以我就寫了禮賓府辭了 這個建築物都是因為人物產生過意義的 你曾經過前港督府 想起什麼著名的港督呢? 我今天就抽了四段出來分享 這裡裏面說的話 也不是只是局限在禮賓府裏面發生的事情 而是可以通過禮賓府聯想到 港督的其他事跡 譬如第一段 就是講1925至30年的港督金文太著視 第一句話 舊學東西兩出群 因為他是學管中西的 然後耳能開替亦修文 就是用了他的名字裡面的字 有些少許Wordplay 而且也是符合他做的事 因為他是成功處理了省港大馬公的善後 以及正如上一集所講 任用了前清的遺老 來傳承傳統的中國文化 所以也是開替和修文 然後《國刀力快行鞋馬》 《國刀力快》就是穿梭在成交之間 譬如《道府氣為陸絕句》裡面 《國刀劍以曹》就是這個意思 那為什麼《國刀力快行鞋馬》呢? 因為現在在港島裡 也有一條金督鞋馬的徑 我看到這條徑 就推斷到他應該很喜歡騎馬到處走 路叛人人換市軍 因為歷史有記載 本地的鄉生 就用一些花圈砌出了《還我》 《市軍》四個字來為他送別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華人的社會 對於外族的統治者 一個很高的致敬 所以我就想像當金文太爵士 騎馬在那裡過刀力快的時候 就路叛人人換市軍 那時候的英國總督 原來這麼多香港華人外帶 走的人都捨不得走 所以真的這些高下立判 還有後來一些住了入這間屋的人來相比 好了 金文太爵士是一個非常獨特的 說他中文很漂亮 而且他走去搜羅那些 廣東話的情歌 彈家的歌謠 自己編了一本 第二段就是講香港重光的時候 炸接寒書夜復明 因為日本都是在禮賓府裡面去到投降的 重光所以就夜復明 然後《殘煎湧雪利環生》 這個是用了漢朝蘇武的典故 因為蘇武被匈奴人流放到冰天雪地那裡 把那些雪和那支使節上面的毛一起吃了 同樣地楊慕琦都曾經被流放到沈陽那裡作為戰夫 但是香港重光之後 他仍然是生還還還回來做港督 所以就殘煎湧雪利環生 然後《殘煎麥寶圓南蜜》 就是因為遮打爵士曾經在戰前 香港淪陷的前夕 就把一些名畫埋在港督府的地底那裡 但是香港重光之後 到現在仍然還沒找回麥寶 所以就殘煎麥寶圓南蜜 但是更有倉儀畫不成 這個就好像前人說 一片傷心畫不成 即是當時的香港經歷過戰亂 是百廢待興的 這個楊慕琦來了香港之後 住了年多之後 因為都頂不住 本來他有一個大計 就是想讓香港提早行民選 結果因為撞大致尾酬就回去了 後來就派了來這個叫葛亮雄 也是有另一班非常雲大的事業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回來 看回港督府 即是現在的禮賓府 另外兩首作品 這本六十年代的 《舊香港繪本懷舊精華集》 是由《級出版社》出版 讓我們大家一起 留下香港一份美好的回憶 謝謝 我們今天會不會悶 說話 那天 你們的話 我們下次早就帶走